5月31日清晨 西藏自治区普兰编茂市场 尼泊尔籍商人拉姆拉玛 通过刺激的朋友圈平台 用多种语言问候圈友 并晒出了当日的开张生意 据官方统计数据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自愿停留在普兰编茂市场的尼泊尔籍人员 约有150名左右 至今两年多以来 中国西藏自治区各相关单位 为他们提供多方扶持与帮助 经历市场的尼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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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在采访中 拉姆拉玛告诉记者 虽然他与家人相隔一方 但生活在中国很安全 他每天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土兰县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 与印度尼泊尔接壤 记者在普兰编茂市场看到 这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前来购物的民众也不在手术 总是收槽的 如果您有这种稳疑 但是如果你不便宜 еля人的说话 スト Männer 左右 我们很多的地点 就是 市 같이 互相关 ר学 据了解,目前普兰县卫生级防疫部门已经为上述尼泊尔籍人员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此外,该县全力提供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帮助,确保他们在普兰的安全健康